发生了战机坠毁的意外 一架F-51战斗机有从水源空军基地起飞 不久之后就坠毁在京畿道华城山区 而机上一名30岁的飞行员殉职 空军将进一步来调查事故原因 天空中出现一个黑色的物体快速往下坠 为多久远方的山区就冒出大量的黑烟 南韩一架F-51战斗机在11号发生坠毁事故 由民众捕捉到当时坠机的瞬间 空军指出这架战机从水源空军基地起飞后 上升过程中隐形火灾警示灯亮起 之后机首急速下降 然后就坠毁在京畿道华城市山区 机上当时有一名30多岁的飞官 他在600公尺高空两度尝试弹射逃生 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不幸罹难 战机起飞时只有挂在一颗3.5公顿的外挂油箱 并没有携带弹药 加上时事地点人烟稀少 并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但也有分析认为飞官是为了避开民宅 才错失逃生的时机 此外事故机中F-51已经在南韩服役36年 超过了一般战机 通常在30年后就会退役的惯例 而F-5战机则都已经服役20到30年 因此近年来更是大小意外频传 从2000年以来 已经有多达12架的F-5战机实施坠毁 记者组合报道